及时新闻综合报道,中国北京大兴区公寓火灾时久死,让当局以消防安全为由,驱逐外来打工族、低收入户等低端人口,将他们从住所里赶出并迅速拆除建筑物。 北京行为艺术家华勇将政府驱赶民众的影片上传到网络,随即遭当局搜捕。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华勇的影片中记录了大兴区居民的困境,本月7日公安便前往他的住家展开围捕,幸好有民众帮助,他才得以逃出北京。 华勇在8日上传了一段报平安影片,套路警察从大兴区一直追捕到通州区,最后他只好离开北京,暂时没有危险。 华勇指出,他把大兴兴建村的影片分享出去,是要让大众了解北京外来人口生活是如何痛苦,以及他们的公民权利是如何被侵犯。 他同时呼吁中国14亿同胞要勇敢站出来,捍卫做人的基本权利。 华勇更向全球各国喊话,希望他们关注中国和其他独裁政府里因言论问题而遭受迫害的政治犯。 华勇强调,就算之后他被捕入狱,也会向强权争取公民权利。 华勇曾为了纪念六四事件,到天安门展开行为艺术,被中国当局软禁和劳改。 先前中共召开19大会议,华勇就被软禁在家里两个星期左右。